芭蕾舞者随着音乐旋转跳跃 透过异象形塑风在行径时的轨迹 时而狂暴时而沉浸 这是新生代编舞家戴鼎炉的创作 而罗马尼亚籍编舞家康斯坦丁 则透过舞者间相互推动 宛柔轻柔的风四处流动 呈现人与人互动所留下的痕迹 也让高雄城市芭蕾舞团 30周年创作芭蕾展演精彩客棋 那个风是就这样飘过去 我们观众台下面就已经感觉一阵风来了 那两位编舞家完全是不同风格 一个是非常清新 像康斯坦丁的 他的风就是从头到尾风就是在流动 每一个舞者出来又被下一个舞者推动 那戴鼎如呢 他其实今年也才二十几岁 三十岁左右 那他很有想法 所以他会有飓风 会有狂风 全部大概都躺着 只有一个人是他被风吹动 可是那个风很可能不是真正的风 是他心里的风 他心里起风浪了 凭借着对芭蕾的热爱高雄城市芭蕾舞团 艺术总监张秀如1992年登记立案 三十年来培育不少享誉国际的舞者 这次也受邀回来演出三十几年经典之作 透过舞蹈让喜爱芭蕾舞的观众大饱眼福 从小在这里长大 然后呢 回来继续跳 其实真的非常感谢张老师 因为 就要经营三十年的舞团 其实在台湾不多 那老师一直给大家机会 然后 也一直很努力在艺术这一块 非常谢谢他 是三十九岁 然后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对 我的老大已经小失 那你有让他们学吗 有有 我的老大也在这边学舞 就非常非常的觉得很特别 然后一起在这里跳舞 妈妈带着小孩这样子 舞蹈教师成立十五年后 一九九二年 我就去立案成立了高雄城市芭蕾舞团 那当然原因也就是 我希望让这些爱跳芭蕾的人 能够大家聚在一起 然后提升 然后把我们从高雄去到北部的 或是到国外的孩子 可以把他们邀请回来 大家一起来努力 耕耘这个芭蕾的原地这样 高雄城市芭蕾舞团近年来 以大自然元素作为创作主题 透过舞者行云流水 且扎实的舞蹈动作 展现古典与创作芭蕾的精彩之处 几整积分采访不到 都保持着 我 看